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 又回來啦三國志幻想大陸的時間 這部影片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關於第三期的奇境之旅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好的我们已经来到了奇境之旅的界面 这一次和以往两期 有一些些许的差异 首先是活动的持续天数 从上一次的14天 变为了7天而已 但对于无客玩家来说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每日的灵器从以往哪一个 变为哪两个 所以总体的总额数 并不会有任何的差异 不过对于小克以及奈米克玩家来说 差异就可大了 以往的迷你奇境礼包 每天都可以购买一次 连续购买14天 我们的奇愿也可以连续骑14次 那本次由于活动只有7天的原因 每日的礼包变为每日都可以购买两次 比如说我们在把每日的礼包都拉光的情况下 以第二期来说可以连续祈愿14次 那在第三期就只能祈愿7次而已 整整减少了一半的祈愿次数 紧接着是第二个改动的地方 对于微笑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以前的奇境宝玉没有花光会变成降魂的精华 有非常多的大课玩家会采取这种方式 来加速我们获取降魂的速度 但就以微笑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不论是第一期又或者是说第二期 我都是建议大家还是把宝玉花掉为主 毕竟对于无课以及小课玩家来说 宝玉能换到的物品还是比较稀有的 再加上现今的版本已经推出了龙魂 降魂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后期的玩家基本上比的还都是双方的龙魂值 哪一方会比较高就会有更多的赢面 紧接着是最后一个改动的地方 那就是以往从第二期开始新增的秘宝反例 会给我们额外的灵器还是宝玉 我有点忘记了 但在这一次变成只有这些道具而已 像是幻星啊 还有P券、远真券、绿牌跟降魂等等 对比以往来说 我们可能到第五层 不用花费这么高的金额 那本次由于少了宝玉 我们可以更换的物品就比较少 不过相对的 也是有给予额外的道具 这点就见仁见智 我觉得影响并不是说特别大 但不论如何 无课的玩家最多就是到达第三层 想要拿到第五层的香香造型 是必须把每日的商店礼包都购买下来 并且有可能还要补额外的灿险礼包 最后我们来聊聊关于物品的选择 就以第一层来说 无课的玩家可以考虑七彩零食 中课以上则是考虑无双助力的任选包 紧接着是第二层 理所当然的 所有玩家都选择我们的灵宠碎片 这个灵宠碎片是包挂之后新称的所有灵宠 都会加进去的 所以现在是大课 已经有所有的灵宠也不用担心 之后推出的灵宠不论是必方或者是说兔子白泽之类的 那两个都是可以做选择 那再来是第三层 还是选择我们橙色的灵宠碎片 本次的奇境秘宝 最要补的就是我们的橙色灵宠 那无课玩家只要在第二层以及第三层都选择灵宠 刚好就可以拿到90个碎片 是一整支的 还是挺划算 那当然如果是想要选择我们SP的武将也是可以 这个是有包含最新推出的郭佳 那张飞没办法选 毕竟张飞还没有推出 如果你们是有一些特别的魂匠 可能差一些碎片 就要即将升到武火 想要对话我们的SP武将也都是OK 但我还是比较建议 这边选择灵宠为主 再来看到第四层 也是选择橙色的灵宠碎片 又或者是说随机的无双龙魂 本次的怒气宝物 要150个宝玉 我觉得有点贵 不太建议大家做选择 那第五层 当然就是选择我们的香香造型 那对于没有想要拿造型的玩家 就连第四层也不用兑换了 可以在第三层当中 额外拿到橙色灵宠碎片 以及我们的SP武将 那第二层的灵宠碎片 也可以选择购换两次 有多余的 还可以考虑洛书令 又或者是说其他的批券等等物品 也是挺划算的 那么本次的第三期 奇境之旅介绍 就说到这边啦 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